古老的文化 年轻的姿态 你好 欢迎走进洛阳博物馆 我是王一博 这个看起来朴素无华的白玉碑 就是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曹魏白玉碑 白玉碑的碑口 碑身和高足均切割归整 折角分明 它的雕刻技法 受汉代遗风影响很深 精湛的雕琢和抛光技艺 正是汉代高超卓玉技艺的遗存 它曲线优美流畅 通体光速无闻 玉制温润洁白 以名贵的西域玉料 和田阳之玉卓制而成 是三国时期玉器中的佳作 在战争频发的三国时代 千里之外的西域玉料 是极难获得的 这件白玉碑 见证了1700年前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角度 此外 它还反映了玉器 由政治等级化 向世俗化过度的历史事实 因此 无论是从工艺角度 还是历史文化角度看 曹魏白玉碑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泱泱滑下 和洛一针 渐渐精华 尊尊国宝 大家好 我是汪一波 欢迎大家与我一起走进洛阳博物馆 翻阅 五都千年华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